抗體是動物體內用來對抗外來物質清晰的感染之一 它最大的特性是它有專一系 所以這個抗原只會被特定的抗體所辨識 而不會被其他抗體所辨識 那利用這樣專一系的特性呢 抗體會廣泛的應用於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實驗 像是Wesdenberg,IP,Eliza,Denny 包含了細胞藍色跟體質藍色以及流氏等系統的 那抗體應用在這些實驗的主要原因 都是利用抗體的專一系 所以一抗可以很專一的群體是這個抗體特性 那抗抗呢可以很專一的訓練這個抗 那藉由上面的抗抗上面代理的conjugate 讓我們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看到我們想要看的那個蛋白質的位置在哪裡 那今天我們要focus的重點是IHC 主子藍色 那主子藍色就是利用抗體來做藍色 它的方式主要有兩種 第一種是direct 就是直接利用帶有conjugate的抗去辨識我們想要看的這個蛋白質 然後利用這個conjugate直接做橙色 然後再利用二抗去辨識這個抗體 然後再利用二抗去辨識一抗 藉由二抗上面代理的conjugate 讓我們去outside我們想要看的那個蛋白質 那上面的conjugate 又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呢就是phorocore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用乳光型微鏡去看到我們想要看的那個蛋白質 在哪裡 那第二類呢是phorocore 那phorocore phorocore 那phoro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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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藉由花長這個顏色 我們就可以去展到我們想要看的那個蛋白質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呢 喔 所以呢 主子染色最重要的 這個 Pone就是要有一個適合的con 體 那con 幫助呢 可以拿來做ihcp 或者是ihcvolent section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去挑選 可以做ihc的con 因為不是所有的抗體都可以應用於所有的實驗 這個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抗體它變形的那個位置 我們叫Aptop Aptop可以分成兩大類的 第一類它認的是Peptide Secrets 就是Lineum Secrets 那如果說抗體認著Aptop是這一類的話 它就特別適合拿來做Western Grass 因為Western Grass是把蛋白子徹底的給徒名車 讓它呈現現形結構 所以這一類的Aptop的抗體適合拿來做Western Grass 那第二類它認的是Conformation 就是整個蛋白子的結構的位置 那這種認結構它特別適合拿來做 像是染色、IP、ELISA或者是流氏等等 因為這一類型的實驗它大部分都還保有特性的Conformation 那因為這種Aptop的特性 所以可能有時候你會發現有一些抗體它只適合拿來做Western Grass 那有一些抗體它不適合做Western Grass 可是它適合拿來做Igc、Igc等等 那這種現象特別常見於Monoclonal Antibody 因為Monoclonal Antibody它就是只有一些Aptop在 所以它可能是這一種 也有可能是這一種 當然如果幸運的話可以拿到兩個都是 而Polyconal Antibody就比較沒有這一方面的問題 因為Polyconal Antibody它就是有好幾個辨識的位置 所以Polyconal Antibody它可能有一些它的Aptop在是這種Vinium 然後有一些會認識這種Conformation 所以Polyconal Antibody它有比較大的機會 它可以做比較多的應用 那因為這種Aptop在的特性 所以我們才要特別去挑選可以做Igc的抗體 那可以做Igc的抗體又分為 可以看到這裡空裡有一個P 然後另外一個有一個Bolden 那這個P是Pyrofin的意思 那FR就是Bolden的洞切片 那為什麼需要特別去分它是 食辣包埋或者是人洞切片呢 就是因為在食辣包埋跟人洞切片的整個處理過程中 它會造成蛋排質不同程度的影響 大部分的Bolden section 因為它是激素冷凍 所以蛋白質大部分都可以保持比較完整的Conformation 可是呢如果是用食辣包埋的話 因為在整個處理過程中 又是加熱然後又是加一些Lighting 它可能會造成Pertine有一些Portion的連層 那這種現象呢就會造成如果是單純的 那種Conformation的抗體它可能就沒有辦法去變成那種Portion的連層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得挑IHC的Con 除了要挑可以做IHC 也要特別去挑適合我們用來做包埋的那種方式的Con 那除了這個選擇適合做IHC的Con之外呢 關於DCon的挑選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就是 要挑專因性比較高一點的Con 那專因性比較高一點的Con 要如何挑選呢 通常呢我們可以藉由挑選它的存化方式來決定 這裡是一個Con 那可以看到Con的大概的結果就是 它有兩個Heavy chain 兩個Light chain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叫Constant Region 這個Constant Region 大部分的抗體都是一樣的 那上面這個地方我們叫Variable Region 那這個Variable Region呢是抗遠辨識的地方 所以每個抗體的這個地方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在這邊要請大家就是稍微記一下這個Variable Region 這個地方跟Constant Region這裡 那常見的存化方式呢就是 利用Pertine A或者是Pertine G 那Pertine A和Pertine G呢它是一種蛋白質 它的特性呢就是它會拜抗體的Constant Region 所以利用這個Pertine A和Pertine G 它會把所有的抗體通通給抓下來 然後存化下來 那這樣子得到的抗體呢就是它是一個VTRA 所以你會得到可能由你想要的那個抗體 辨識這個大概在72下面的這個位置 可是會辨識其他蛋白質的抗體會被重發下來 那這樣子在VTRA看到是Multiple Bans 那如果是用在染色的話 這些其他的抗體就會造成一些非專一性的辨識 然後造成一些HIGHB光的現象 所以呢在選擇純化的抗體 我們要盡量避免那種Pertine A或者是Pertine G 重發的抗體 要改選另外一種利用 Energy Specific Purification的方式 那這種方式呢它利用的是抗原 那因為只有會辨識這個抗原的抗體 它才會被重發下來 所以得到的抗體就會專一性很高 只有這個會認識的72KD的這個大白質的抗體 才會被重發下來 所以在選擇1抗的部分 除了要選擇可以做IHC的抗體 另外呢就是要特別去留意 它的重化方式 所存化下來的抗體 專一性是不是夠高 那選擇完1抗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選擇2抗 那2抗大家可能都很清楚知道 如果我用的是Primal Anti-Rabbit 那我就選擇Anti-Rabbit的2抗 那如果是老鼠的就選擇Anti-Mouse的抗體 那唯一要請大家留意的一點是關於HAMSTER 雖然比較少一點 小於HAMSTER的Anti-BODY 那HAMSTER呢 Anti-BODY特別是MOMO HAMSTER的MOMO 抗體 大部分都是利用這個AVANIA HAMSTER 來做MOMO抗體 可是試驗上大部分的HAMSTER的2抗 它用的是SYRAN HEMSTER 這樣子的IGG去做Innovization 然後造成它會用的是SYRAN HEMSTER的抗體 那這種情況下呢 有時候呢 可能就會造成我們把來這種 Anti-SYRAN HEMSTER的抗體 它其實對於這個HAMSTER MOMO抗體的辨識效果不是那麼的好 那這樣就會造成它的SYRAN HEMSTER 甚至有時候可能會看不到 或是選用HAMSTER的抗體的時候 要請求特別是HAMSTER的MOMO抗體 根據這個HAMSTER MOMO抗體選擇的抗體 也許是Anti-HAMSTER 才可以得到比較好的SYRAN HEMSTER 那除了這個HALT的方面之外呢 另外一個二抗需要留意的是關於ISOTYP 那因為抗體剛剛也介紹過 抗體是Heavy-Chain跟Light-Chain組合成的 那Heavy-Chain它有五種 Gamma-Alpha-Epsilon-Delta-Mu 那這種五種呢就形成不同的ISOTYP IGG-IGA-I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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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那另外的Light-Chain呢 大部分都是LAMDA或者是CAPA 那我們在實驗室裡面最常用的抗體 它其實是IGG這種ISOTYP 那即使是我們可能有時候選到的一些MOMO抗體 像是它會標明它是IGG1 2A 2B 2C或者是3 那基本上呢它們都是屬於IGG這個subclass 這個ISOTYP 所以所有人IGG的2抗 它都可以掩飾這些1抗的ISOTYP 可是呢有時候呢有一些單柱抗體 它不是IGG這個ISOTYP 它是IGM 那IGM的這樣子的2抗 這樣子的1抗呢 雖然呢它跟IGG它需要一樣的LAMDA 這個Light-Chain 可是有時候呢用ANTA IGG的2抗 它其實是不太能夠辨識IGM的1抗 所以說如果你選用到的抗體 單柱抗體它的ISOTYP是IGM的話 就需要特別去選擇ANTA IGM的2抗 這樣得到的效果才會比較好 那了解了1抗跟2抗的選擇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來做IGC了 那IGC跟其他的染色像是細胞染色是一樣的 它的主要步驟就是Vixation 把蛋白質給固定住 然後再來做Permirable 然後做Blocking之後才是Stanley 加算以康更好來就Stanley 那在這整個過程中呢 跟其他就是跟細胞染色不太一樣的是 因為我們的SAPLE來源我們的SAPLE來源是組織 那這個組織呢它其實沒有辦法讓我們一整塊拿下去做染色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包埋在方便我們把它切成薄片的物質裡面 然後把它切成SAPLE之後呢才來做後續的染色 那這個包埋複質呢就主要分成兩大類 這就是剛剛有提到的石蠟包埋 是用石蠟把整個組織給包起來 然後用石蠟切片去切成薄片來做後續的染色 那第二類呢是用OCT OCT呢就是冷凍切片 它可以急速冷凍之後就會變硬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冷凍切片來切它 那不同的包埋複質它其實在Vixation的處理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Heroflin包埋的石蠟包埋的部分 那一般做IHC我們的組織來源主要是可能是動物來的 或者是可能是一些病理上面的一些檢體 病人那邊來的檢體 那如果說我們要做石蠟包埋的話 第一步呢就是我們需要先做Vixation 那如果說是病人那邊來的檢體 通常呢我就是直接靠在Vixation做Vixation 那如果是動物來的 我們可以選擇喔 利用Coblucous 就是利用Pelphomarty來做Coblucous 利用循環的方式來做Vixation Pix那個Tissue 然後之後我們想要觀察的那個部分拿出來 有時候呢有些人想要 讓它Vixation再更好一點 它會再加上就是Emmersion Piss 一樣是加上Pelphomarty還在放個Overnight的濕度器裡面 當然也有人是直接就是 Declify Animal之後呢 把我們要的那個品質拿出來 直接做Emmersion Pissation 或者是直接Pelphomarty做Emmersion Pissation 那做完Vix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要來做包埋 要包埋在石蠟裡面 可是呢石蠟呢它其實是需要先脫水 就是這個組織 它需要先脫水它才能做包埋這個動作 所以在石蠟包埋裡面呢 我們先用酒精 不同濃度的酒精 漸漸把水分給脫去 然後最後用在一起 處理完之後呢才來做石蠟包埋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來切片 切完片之後呢 因為這樣一個一個的片子 小小的片子 它其實是不利於我們在操作實驗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mount到除蠟上 讓我們在操作實驗的條件 然後mount上去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來做後續的染色的動作 那因為石蠟包埋它是石蠟覆蓋的 它會影響到染色的效果 所以石蠟包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先脫蠟 而且要rehydrate這個整個slide 所以呢需要一樣 利用蠟體來做脫蠟 然後加上不同濃度的酒精 來rehydrate這個section 最後呢我們才可以拿來做石蠟 那former section呢它用的是OCT來做背景 那它的方式跟石蠟包埋比較不一樣 通常呢我們都是把骨子拿下來之後 製成了之後很快的加上OCT 然後急速把它mount下來 之後去切片 接著mount到蠟蠟上 然後呢才來做fixation以及後續的stain 動作 那Lonense section它跟剛剛前面提到的石蠟包埋 比較不一樣的是 除了fixation它的步驟是在後面之外呢 它其實用來做fix的固定劑也是不太一樣的 像石蠟包埋我們常用就是fumari 或者是paracomarii 可是呢我們在做冷凍切片的時候 我們比較常用的是alcohol 像是bethanol啊或者是aftone 當然也有少部分的人他喜歡用paracomarii來做fixation 因為可能它的蛋白質用paracomarii來做fix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所以呢這裡看一下就是在做iHC的fixation呢 主要就是fumarii paracomarii這個是常用於石蠟包埋的 那像methanol跟aftone呢是常用於冷凍切片的 那不同的這種固定器它其實對於不同的蛋白質有不同的效果 像是fumarii或者是paracomarii 它就特別適合拿來fix那些你想要看的membrane associate component 它特別適合 那如果是methanol的話呢 它就特別適合statoskeleton component 那特別要特別留意的是 有時候呢有一些human cd marker 它其實不適合用methanol來做fixation 因為methanol它其實是會破壞human cd marker的結構 那另外像acetol 雖然說boloception很喜歡用acetol 可是有一些蛋白質它其實不開始的用acetol來做fixation 那像是一些在nucleic的蛋白質 或者是像一些 fatty associate antigen 那像mucleic antigen的話 如果用acetol來做fixation 它很容易形成乎乎乎的signal 那如果說是 fatty associate antigen的話 因為acetol它會融掉一部分 fatty associate component 所以就是在操作這一些fixation的時候 要根據它的特性來選擇適合的固定器 那在這邊呢就是我們固定的時候呢 特別是在食蠟包買的 用fomaline或者是parabromatine來fix的時候 常常會碰到有一些methanol它可能會被mask住 因為fomaline或者是parabromatine它主要fix蛋白質的原理 是利用形成這個cross-linking 就是有點像繩子綁住其他的蛋白質 然後把整個所有的蛋白質都綁在一起 那這種cross-linking呢就會造成 我們想要看的那個蛋白質的antigen的味道 它會被打住 那就造成這個antibody它是沒有辦法去辨識它的 所以在做食蠟包買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是我們需要做antigen retrieval這個動作 那這個antigen retrieval呢它主要呢就是把這個cross-linking給remove掉 讓我們的抗體可以再辨識到我們想要看的那個蛋白質 那最常用來做antigen retrieval的方式就是用加熱 很簡單的用加熱就可以達到 那加熱呢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buffer 主要就是三種ph子的buffer 一個是6.0,一個是8.0,一個是10 那利用不同ph子的buffer加熱的方式 你可以把這個cross-linking給remove掉 然後讓我們這個antigen重新裸露出來 讓抗體可以辨識到它 那這個用加熱的方式呢它其實不同的抗體 它有不同適合的ph子來做加熱的這種antigen retrieval 那實際上你有興趣的那個蛋白質的抗體適合哪一種 也是需要經過test才會知道的 那除了利用加熱來做antigen retrieval之外呢 另外一種方式是用enzymatic retrieval 那這種enzymatic retrieval呢 特別適合在一些pathma membrane的蛋白質 因為pathma membrane protein呢 它常常就是外面會有很多的entracellular matrix protein 它會打住我們想要看的這個antigen的位置 所以呢我們會利用一些enzymatic 來把這些小cellulmatics給切掉吃掉 然後讓這個我們想要看的這個 protein的antigen 位置重新露露出來 讓fiber antibody配震到它 那常見的enzymatic retrieval用的enzymatic 那常見的enzymatic retrieval用的enzymatic 就是trypsin啊 pepsi或者是pernase等等之類的 那像呢這些是關於我們在做十大包嘛 十大切片的時候需要特別留意的一些antigen retrieval的動作 可是呢有時候有些人就會有疑問 那我如果是做等動切片 我需不需要做antigen retrieval呢 其實一般來講呢 中切片大部分用來做fixation的方式 都是用methanol或者是acetal 那這一類的fixation方式是不用擔心 posed linking會造成antigen masking的現象 可是呢如果說你用的是perniform attack 來做fix 然後之後呢不是用十大包埋 而是用了多切片的話 這個時候呢可能就需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需要做antigen retrieval 那我們用呢 用於十大切片的antigen retrieval呢 主要有兩個地方可以讓我們來做antigen retrieval 第一個呢就是當這個已經用perniform attack fix好的這個組織 在包滿之前我們直接做antigen retrieval的動作 然後才做包滿 或者呢我們可以在fix完之後 就是片子貼到slide上 然後fix完之後來做antigen retrieval 之後呢才做後續的bopping 以及standing 那在前面這個步驟我們要怎麼做呢 通常我們把這個perniform attack fix的主織 已經fix好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到這個citrant buffer裡面 再四度吸over奶 之後呢還是利用加熱的方式來做antigen retrieval 只是呢這個加熱呢它不能像傳統的那種 十大包埋的加熱可能十到二十分鐘 這個呢加熱時間要比較短 而且做完這個比較短暫的加熱之後呢 而且做完這個比較短暫的加熱之後呢 要很快的再把它放到冰的sucrose 30%的sucrose裡面 等到這個tissure呢 從不在中間然後慢慢的沉下來之後呢 這個tissure才可以拿去做後續的包滿 然後進行後續的實驗 那如果說是選擇在monton到slide上 然後fix完之後做bastation 做antigen retrieval的話呢 可以選擇用sds 就是1%的sds 去之後呢 之後把這些sds洗掉之後 開始做bastation 以及後續的staining 那做完antigen retrieval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進到下一步 要做permure bilidation 那permure bilidation呢 通常我們用的就是detergent 或者是alcohol 可是呢 在做ihc的過程中呢 如果說是十大包滿 其實在整個流程中 我們已經有ethinol的treatment 所以如果是十大包滿的話 其實是不用刻意再去做這個permure bilidation的動作 因為在整個fix以及處理的過程中 已經有permure bilidation的效果 那如果說是做冷凍切片的話 冷凍切片通常都是用methinol 或者是escal來做bastation 那這種固定劑呢 它其實也有permure bilidation的效果 所以呢 做冷凍切片 當用到這兩個固定劑的時候 也不用刻意去加一個permure bilidation的動作 那唯一的另外是 如果說使用的是permure bilidation來做bastation 可是後續的不是用十大包滿 是用冷凍切片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就一定得有這個 加一個detergent來做permure bilidation 不然就是它沒有permure bilidation的效果 它這樣子抗脾氣進去吸高 就可以刮到bastation 那做permure bilidation之後呢 我們開始來做barking 那barking常見的就是用bsa或者是serum來做barking 那bsa大家可能比較容易了解就是它就是一個蛋白質來源 然後可以bind出那些會nose specificbind pertine的那些permure bilidation 那serum的話呢 在ihc裡面特別常用 因為在組織裡面呢 常常很多組織裡面都有這個fc receptor 那這個fc receptor它的特性呢 就是它會去bind蛋白質 它會去bindantibody的這個fc receptor 不管是喜歡antibody的fc receptor 都有可能被它bind 所以說如果說我沒有先把這個bark掉的話呢 我加進去的primary antibody可能會被它bind 那我加進去的seventary antibody也可能會被它bind 那這樣就有可能它會造成有一些signal 而這個signal不是我們真的想要看的這個interested pertine來的 所以我們會用cern來做barking 那這個barking呢 因為cern裡面有很多的emmule勾品 那在cern的選擇呢 那在cern的選擇呢 一樣就是建議大家選擇跟centendary antibody同樣host的cern 比方說呢我的secondary antibody是donkey 那我這個選擇就是donkey normal serum來做barking 那這個barking呢 千萬千萬不要選擇跟primary antibody一樣host 因為如果說我選用的是跟primary antibody一樣host的 比方說這個是老鼠 我用老鼠的1抗 可是我在這個barking的步驟呢 我是用老鼠的normal serum 那你就會發現有一些老鼠的normal serum裡面的emmule goblin 就會被這個fc receptor所放進去 那當我之後再加上1抗會變這個 就是我驗試這個我想要看的蛋白質 再加2抗的時候 這個2抗它是antibose 它會認定一個 可是呢這個也是老鼠的emmule goblin 所以2抗也會驗試它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就會造成high background 而這個background呢是由於我們做barking的那個host選得不好 所以說如果說你用的2抗 它的host的來源是donkey的話就選擇 加入這個donkey的barking 那如果說它是goat 就選擇加入goat serum 這個barking 那除了 serum需要特別留意 要選擇跟2抗同一個host species的 serum 來做barking之外呢 其實bsa也有需要留意的地方 那bsa它是volvine serum album 就是它是從牛那邊重化出來的 那它的特性就是它就是會bind 在白白去把一些non-specificbarking 會掉 可是市面上的bsa 它常常都會有volvine的emmule goblin 就是它裡面呢就是會有一些volvine的ipg 或者是其它的emmule goblin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如果說我們使用的抗體 1抗是goat或者是ship的時候 那這個1抗會辨識它嘛 那2抗它會去辨識goat或者是ship的抗體 可是呢因為goat、ship跟volvine它們其實很相近 所以大部分的2抗呢 它其實是會close react to goat、ship跟volvine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所使用的2抗 它就有可能去這 在bsa裡面contaminate的這個volvine的emmule goblin 那這樣也會造成bad one 所以呢這裡就是提醒大家 在使用goat或者是ship的抗體來做IGC的時候呢 要留意要避免用這個bsa來做barking 那做完barking之後呢 我們終於可以開始來做staining了 那staining當然第一步就是要選擇可以做IGC的抗體來做staining 那稀釋倍數一樣要放入data sheet上面建議的 如果用的太多的話呢可能就會有一些barking 那如果用的太少可能會認不到 那2抗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唯一要留意的就是2抗 如果是monoclonal antibody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這個抗是不是IPM 如果它是IPM要選擇anti-IGM的2抗 那選擇完2抗之後呢 接著就是我們手上有的纖維劑啊 或者是手上有的儀器來決定說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觀察這個染色的結果 那通常step有兩種 一個就是螢光染色 那另外一個就是用endymatic reaction 用pology來做橙色 那螢光染色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 它可以染好幾個蛋白質 它可以做好幾個顏色的染色 比方說呢我想要看一個是綠的一個是很紅的 兩個不同的蛋白質又不同的顏色來辨識的話 通常呢我們就可以選擇不同host species 不同species的抗體 比方說綠的這個是老鼠的抗體 然後紅的這個是褲子的抗體 接著利用二抗antymouse 接上綠色銀光 然後antirendy 接上紅色銀光 來把它兩個區分開來 那如果說我用的那兩個抗體 它是同一個species的時候怎麼辦呢 如果說它是morocona anti-body的話呢 可以觀察一下它的isotype是哪一種 如果說剛好它們兩個isotype不一樣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用anti-IGG1的secondary antibody 接上綠色銀光 以及anti-IGG2A的secondary antibody 接上紅色銀光來做區分 那第三種呢就是 如果說它是isotype一樣 然後host也一樣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呢可以選擇 直接在pyron antibody 接上銀光的這種 帶有抗體點的antibody來做染色 那除了這個顏色之外呢 其實我們在染色的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我們要有一些 counter stand來展核的位置 那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這整個tissue的mobology 或者是我們想要看的那個蛋白質 可能是在哪個位置 然後或者甚至是在細胞裡面的 哪個紅毛裡面 那這種counter stand呢 就是通常都是散核 那這三個呢 是常見在螢光染色裡面 會比較常用到的 那另外一類 除了螢光之外 另外一類可能更多人 會接觸到用來做IHC的是 利用homogenic standing的方式 主要呢它都是利用 二抗上面帶有 HRP或者是AP 這兩種酵素 然後酵素加上不同的homogen 它可以呈現不同的顏色 所以我們利用這種homogenic reaction呢 就可以得到 可能是紅的 紫的 brown 或者是這種 black 這種 這種顏色的染色 那在這個染色呢 一樣跟前面整個 螢光染色很類似 就是我們需要有一些 counter stand 那counter stand呢 它其實也有好多種 那不同的counter stand 它其實會呈現不同的顏色 那這主要呢 就是跟前面的 用來做homogenic reaction 做橙色的 這個顏色來做配對 比方說呢 我可以選擇一個 紅的加一個板的 counter stand 然後讓我可以更清楚的 看到這個 這個mophology 以及我要看的那個 大牌子 它在底製的哪個地方 甚至是在cell裡面的哪一個 是在cell的時候 或者是mutilin 等等之類的 那在使用這個 因為它是利用酵素反應 所以我們在使用這個 homogenic reaction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些地方 需要特別的 主要呢 就是因為它是 酵素反應 所以是利用這個 酵素來做橙色 可是呢 在很多組織裡面呢 它其實是有一些 endogenous的 anxiety 那這個endogenous 它其實也會做橙色 那這樣子就會造成 有一些signals 是從endogenous的 anxiety 而不是真的 從我這個染色的解剖來的 所以說 如果在做 endymatic reaction的時候呢 要留意 先把這個 endogenous的 anxiety 給brot掉 那常見的就是 如果是the oxidase 呢 我們可以用h202 或者是在市面上 已經現成有的 brotin reagent 那AP也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 在這個 the oxidase 這個 來brot掉 endogenous的 AP或者是 蠻現成的 來brot掉 endogenous的 AP 可是有時候呢 有一些組織 它可能 peroxidate 或者是AP 就是特別多 比方說呢 在一些brot 像一些brot 像一些brot neurone 或者是 i-resocide 這種 細胞裡面 這種組織裡面呢 在血液的 這種解體裡面呢 它其實brot掉就是特別高 那像有一些組織 像是brot掉 viva 或kidney等等的 它的AP的量 就是比較高 那這個時候呢 雖然我們會brot掉 enzyme activity 但是 可能有時候 它的brot效果 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建議 如果說 你已經知道 哪一個組織裡面 它哪一個 enzyme activity 特別高的話 就盡量避免選用 那個enzyme 來做 homogenic relationship 比方說呢 如果說是viva的話呢 就會建議 改用 HRP系統 不要用AP系統 做完展示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做mountain 那mountain 它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可以讓你的 更容易觀察到 那個顏色的效果 那比方說呢 像這種phoroshell 它就可以保護螢光 讓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光系更能 比較強一點 更容易觀察 那比方說呢 那在整個 IGC處理的過程中呢 最常見的問題 大概就是兩大類 一個是 沒有signal big signal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有很大的 back one 那我要怎麼樣 來做troubleshooting 當我們碰到 這些問題的時候 首先 我們先來看 沒有signal 或者是signal ofit的時候 它可能是哪一些 控制出的問題 首先 有可能是 如果說用的是 食辣包滿的話呢 有可能是 脫蠟的步驟 沒有做得很完全 那如果說是 脫蠟的步驟 沒有做得很完全的話呢 就會造成它 沒有signal 或signal很 weak 那這個時候呢 會建議 就是把 這個脫蠟做得不完全 常常是zide 就是它 用的太多吃 它效果不好 那如果說是 這個原因造成 會建議把 zide換成fresh的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那再來呢 一樣是食辣包滿 食辣包滿 那很重要的就是 需要做md2-retrible 那一樣就是 如果說 做食辣包滿 沒有做md2-retrible 它可能就會造成 沒有signal 或signal很 weak 那另外呢 md2-retrible 它的condition 可能也要稍微 測試 稍微taste一下 抓到最好的condition 因為其實是加熱的方式 它可能不同的antibody 在不同的液體 去加熱 它呈現的效果 也會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需要 先taste一下 然後找到最好的condition 之後呢 是md2-retrible 通常md2-retrible 就是只有在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如果是用 paracomalti 來做densation 然後之後 又是用冷凍切片的時候 才需要特別留意 這個md2-retrible 可能是我們在做 stating的那步驟 比方說 我做 我用的那個 paracomalti 它可能就是在 Igc work 甚至 就可能是 比方說 它可能在Igc work 可是我 C式的倍數太高 我用的太高 它也會造成沒有形狀 那如果是 2-retrible 就是要留意 是不是C式倍數 是造 或者我上面建議去的 那另外呢 就是2-retrible 如果說這個是1-retrible 的話 這個一趟是 monoclonal antibody 的時候 要去檢查一下 這個monoclonal antibody 它的isotype 是哪一個 如果是Igm的話 就要選擇 etaIgm的 那有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呢 有一些 signal 或是 no-signal 是因為我們這個md2 這個蛋白質 它在某個主子裡面 它的量就是特別少 那這個時候 怎麼辦呢 通常呢 我們就是想辦法來 amplify 那個signal 最簡單的方式呢 就是我可以 ehanced 這個mgt 讓它的 程式效果 比較好 可是如果說 光靠這個 ehancedmgt 的效果還不夠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利用一些方法 來amplify signal 比方說如果說 如果說本來用的是 direct standing的話 可以改用 indirect 就是一抗加上 二抗 因為 indirect 有某種程度 可以amplify的效果 再不然呢 就是把這個 二抗換成是 polymen 這個polymen 就是 接上有很多的 enzyme 所以這樣子它的 橙色效果就會被 綁大 如果說 你不想要用 polymen的話呢 接觸可以考慮 abic system 就是 abic biotic compact 這樣子的system 那這樣子的system 主要就是用 biotic 可以看到這個 1抗 便是這個抗體 然後2抗呢 便是1抗 它帶有biotic 而這個biotic呢 它可以跟這個 abic compact 就是 bind在一起 那 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十字的是 abic 它可以bind biotic 然後這個biotic呢 又接上這個 比方說是 HRP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這樣就是 已經有amplified的效果 而這個biotic呢 它其實可以再bind 另外的 abic compact 那這樣整合下來 就可以看到 整個signal就是 配備 只是這種abc 的detection的方式 signal amplification 的detection的方式 有一個缺點 就是 雖然它可以amplify signal 可是呢 有一些組織裡面 它有andardulous的biotic 特別像是一些 Viva啊 Kidney 或是 State 它裡面就是有很多的biotic 那這種andardulous的biotic 它其實也會換abc compact 所以呢 它就會造成一些 非專一性的signal 所以如果說要使用abc detection來amplify signal的話呢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先bind掉這個 andardulous biotic 利用一些barking的方式 把andardulous biotic 避免掉它的造成的干擾 可是呢 有的時候呢 有一些組織裡面 有很多的leptine 那leptine是什麼呢 leptine呢 它是一個會bindgeicostatin hurtine的蛋白質 所以你如果說別的蛋白質 有bindgeicostate 它就會去bind那個 而這個avidine 就是藍色的這個aleptine 它其實呢 就是會bindgeicostatin 所以它會去bind leptine 那在這種情況下 abc的這種decaption方式呢 就會造成一些曝光 那我要如何避免掉這個leptine 因為biotic 我可以用barking的方式把它bark掉 那leptine的問題我要如何解決呢 這個時候呢 就會建議改用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改用label strap property biotine Lsab 這種方式 那這個方式呢 它一樣是用biotine的方式 然後就是我們把這個avidine 變成strap property 那這個strap property呢 它不會有gipostation 所以它自然就不會被這個bindgeicostatin 所賣 那這個strap property呢 可以再接上不同的conjugate 那我們就 比方說這個conjugate 是HRP或AB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做anamatic reaction 來放大它的效果 那如果是它接著是螢光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螢光的方式 來放大這個性能 那一樣這個lsab的 這種attaction方式 一樣要先做一個bark endogenous biotine的這個動作 免得endogenous biotine會干擾 會造出一些barking 會造出一些barking 那前面講的是 關於沒有signal的處理方式 那如果說我的signal 我有很大的highbarking的話 要怎麼處理呢 通常有很大的highbarking 它的最主要的來源就是barking出的問題 那這barking出的問題 有可能是我在做 general biotine的時候 效果不好 造成有一些蛋白質 它會當時的barking 這個antibarking 然後也有一些呢 像是和endogenous biotine 沒有被完全地挂掉 那第三類呢 就是我的signal很 weak 所以我需要用barking的方式 來amplifysignal 可是呢我卻沒有 就是同樣地把endogenous biotine 給挂掉 那也可能會造成highbarking 所以在整個barking的過程中 很重要的就是要挂掉 endogenous biotine 然後再來呢 就是normal 就是general blocking 那第三類呢 就是如果說我需要amplifysignal 用到spyotine的系統 就要再挂掉biotine 那它這個barking的順序 要怎麼排列呢 通常呢會先挂掉 andogenous anti-antite 然後之後呢 用normal serum去做general blocking 那除非是需要做abc amplification 才會需要去挂掉biotine 那如果說沒有要 用biotine to enter by signal的話 我們是必須要做barking 的這個動作 那有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些barking 可能我前面每個步驟都做得很好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barking 比方說呢我如果說是用乳光 有的時候我可能會碰到 autophorescence的情況 那這種autophorescence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最常見的就是 用食辣包埋很容易有autophorescence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它的 autophorescence是食辣包埋所造成的 的話 通常會建議就是 捨棄食辣包埋給 用volent section 因為它是由食辣包埋造成的 那第二種會造成autophorescence的可能原因是 我們在做barking的時候 這個barking的 種類不同 有可能會造成phorescence 最常見的就是 all type barking 它很容易造成phorescence 那這個 如果就碰到這種狀況的話怎麼辦 其實跟這個barking的造成很像 就是我換另外一個 可能換成methinal或者是 acetal 可是有的時候可能 有一些蛋白質 它就是 只有用aldehyde 來用vexation 它的效果才會好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處理 好 就是做一些處理 比方說呢 在這個片子上呢 加上 sodium borohydrate 或者是chipenblue 的treatment 來盡量的降低 autophorescence 那第三類可能會造成autophorescence 那第三類可能會造成autophorescence tissue 就是某一些tissue 組織的特性 它用光 它就是很容易造成autophorescence 那如果說是很容易造成autophorescence 的tissue 是造成 是tissue造成的 那就只能 換成 不是螢光的系統 只能換成andamatic reaction 來做展色 那有的時候呢 比如說就是brapin做得很好 然後也必領掉autophorescence 可是 還是會有一些high background 那有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呢 有可能是因為二抗 它會有一些cose reactivity 就因為我們用的是組織嘛 那組織裡面可能就 本來就有一些組織 它有一些組織 會不會造成high background 那要避免這種現象的話 要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選擇 reabsorb it 再換代理antibody 那這樣子的antibody呢 它其實就是把這些 匯正 endogenous 匯正一些組織上面的 emoebobie的這種 會 весlip 會て reductivity的那種 圓康門 它去除掉 留下指揮 不正在這個 圓界蛋ibody 那種圓界 而不會 cosmereactivity 出Tissue 裡面有一片 用這種 reabsorbid 的septory 那它就可以 匯定掉一些 面具 可是有時候呢 如果說我使用的一抗是老鼠的一抗 然後這個T-SHIRT是老鼠的T-SHIRT 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沒有辦法去選擇 the assaulting二抗 因為這樣會把所有人老鼠的這種二抗 通過都去除掉 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要怎麼辦呢? 這邊再給大家看一次 就是這個老鼠的一抗 它也會被anti-mouse的二抗水辨識 可是老鼠組織裡面的這個igno-gobin 它也會被二抗水辨識 那這個時候呢,就會建議選用這個FAE 剛剛有特別知道 就是那個會在antage weight的那個地方 只有那個地方FAE的這種 anti-body 先做一個blocking 利用沒有做conjugate的FAE,先做blocking 把這個老鼠裡面的這些老鼠的imio-gobin 都掛掉之後 我們才來做一抗 然後接著是二抗 那二抗的選擇一樣是要選一個 MMP的這種二抗 然後可是它帶的是有conjugate 所以利用這樣子的方式呢,我們就可以 在老鼠的組織裡面來做IHC 然後這個就不會匯證到 indogenous的imio-gobin 因為它沒有conjugate 它不會有橙色反應 只有這個匯證 the secondary anti-body 帶有conjugate 才會有橙色反應 所以最後我們來 在整個構築一下 整個IHC的過程 需要留意的地方 首先呢 就是要看你用的是 食蠟包蠻還是 能動切片 來選擇適合的conjugate 那之後呢 做了fix之後呢 如果說 用的是食蠟包蠻的話 要記住這個拖蠟的動作很重要 因為拖蠟做的不完全 會影響到後續的 施設結果 那再來呢 就是一樣 食蠟包蠻要留意這個 生蠟包蠻的動作是一定要有的 不然 後續的那個 生蠟的效果 也會不好 之後呢 接著我們做的 然後來到blocking 那blocking 很重要的三個重點 就是 如果是用 enimatic reaction 要先block 要indogenous mft 然後之後呢 我們才用 normal serum 或者ESA 來做general blocking 那如果說 你會用到 biotin 來做 來做 signal amplification 的話呢 在bounting的部分 還要再多加一部 bount 當作是bounting 然後做bounting之後呢 就是 做 e-con 跟e-con e-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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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ollow data 區域上面建議的 息式倍數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那e-con 是一樣的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那之後呢 如果需要做signal amplification呢 就去做signal amplification 最後做mounting 然後我們才來做觀察 那我在這邊呢 本來要秀一個 我們的IHC的影片 但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這裡就不秀影片 可是呢這個影片 就是做IHC的這個影片呢 可以在我們Ginitas的Facebook上面 可以看到 所以歡迎有興趣的大家 就是可以到我們Ginitas的Facebook上面 找這個channel裡面 就IHC的影片 那除了IHC的影片呢 那除了IHC的影片呢 也包含了像 Western Broad的一些操作技術啦 或者是 Hol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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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oStanding的一些操作技術 一些技巧在裡面 那如果說大家呢 其實就是 剛接觸 光 剛接觸展示 想要 有一些Procode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到我們Ginitas的 網站上 到resources 這個Procode上面 裡面有包含了像 細胞染色啊 或者紫紫染色的部分 那如果說 大家已經開始 做一些實驗了 然後 可能有時候 碰到一些問題 想要知道 怎麼解決的話呢 你可以到我們Ginitas的網站 的Sacol裡面 裡面有一個 Troubleshooting 那在這裡面呢 就有包含了像 螢光染色啊 跟IHC的一些 Troubleshooting的方式 Troubleshooting方法的介紹 那最後呢 就是謝謝大家 今天來參加這個獎座 是